大家好,我叫Alan 然後我是做Personal男性專主形象顧問 Personal男性專主形象顧問在做什麼呢? 顧名思義就是在為男性做服務的 但首先我們先不要看下面那個男性專主形象顧問 我們先來問一下 Personal代表什麼意思? Personal其實是兩個字我們自創一個詞 叫做Personal Fashion,個體時尚 Personal大家都了解就是 現在就很多客製化、個體時尚的杯 但時尚又是什麼呢? 時尚其實是一個 簡單來說,時尚就是一個符號 我們去想一下 想像我們在看一些精品廣告的 精品品牌的廣告 一個很高貴華麗的畫面 然後主角走進來 然後全身散發某種菲洛蒙 然後有種魔力 然後帶動整個場景的氣氛、氛圍 然後這一切一切最後融化成為一個現實的東西 叫做Versage、LOB、Catillor 這就是它的品牌、它的商品 就時尚就是它把你這種精神上的一種 愉悅覺得啊 這種想像 幻化成一個簡單的一個物質 告訴你說 你想要很簡單 你買了它 你就賣了全部 這就是時尚 這就是這個符號 在表面 但當然這種高級品牌這種符號這種東西 也是從二次大戰之後 從一些 當然是從我們大眾傳播的一些科技開始之後 我們還慢慢的被這些百年品牌可以洗腦 告訴我們說 他們就代表時尚 他們的東西就代表某種的 一種有經典的那種歷史那種味道的東西 但是當然 慢慢慢慢的 我們現在發現 這種東西我們叫做向下流行 就是上面的人 根據他們的想像和藝術的創作 做出來的東西 我們下面的人開始copy 開始去買 開始去販售 販售之後我們再去copy 然後再去販售 就好像 那個 穿著Product 按摩裡面 沒例子說 你以為你在百貨公司看到那件花 車上那件藍色的毛衣是什麼東西 那些都是層層的時尚工業底下的一個 最基礎的一個元素 但現在我們看到 我們有另一個東西開始來反視它 就是平價時尚 它的概念就是說 OK 我不需要再花我們中產階級 五六個月的薪水去買一個包包 我可以花半個月的薪水去買一個 一模一樣的包包 然後只是品質有點不同 但是材質和剪裁 大陸上都相同 而且它還是有牌子的 而且還是叫做ZARA 就是UNIQLO 叫H&M 這是一個品牌的產業的價值 從一個高階的定製的服裝概念 一直移轉到一個 以中產階級的需求為主的一個價值的移轉 現在我們發現ZARA的創辦人已經是西班牙首富了 H&M賺的也差不多夠飽了 因為UNIQLO也不用講 在整個東南亞大家開著風評價時尚 當然我們就去思考說 OK What's next 在評價時尚之後呢 是什麼東西會在起來 是高級的Couture 人間的定製服會在興起嗎 所以這時候我和我Partner 我們一起思考說 到底時尚未來十年 我們要看十年之後 它到底會長得什麼樣 所以我們認為 VSNL它就會是一個 Personal Fashion的概念 個體時尚 就是 其實看這張圖也沒什麼意思 就是告訴你說 當我們人在面對衣服的選擇的時候 就是很簡單 我就不知道我怎麼穿比較好看 不管是評價時尚好 還是高級時尚還好 他們沒有一個人在告訴我 我要怎麼去思考 我要怎麼穿 他只告訴我 OK 你買這個 你就買到你的幻想 OK 你買這個你就穿到 評價時尚是OK 有很多部落客告訴你怎麼穿的 然後告訴你說 怎麼穿就什麼樣的樣子 但是實際上是 有沒有人在教你怎麼去思考 說我為什麼要這樣穿 我喜歡什麼 我這樣穿是不是有沒有用 是因為我喜歡armar 你才穿完 因為我穿到armar你很好看 所以我才喜歡armar你 沒有人在告訴你 你要這樣思考 因此我們認為說 人類必須要開始去思考說 他為什麼要穿這個衣服 假如他是想要表他 什麼樣的形象呢 還是因為他真的很喜歡 這樣剪裁 這樣的設計 這樣的fancy的東西 這就是fersonal在做的事情 我們希望推動的 這就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我們希望推動個體上的概念 但是所以在做fersonal 男性專屬形象的顧問之前 我們在做另一個project 我們叫做run way 不過今天我們就先講到fersonal 就是我們fersonal 男性專屬形象的顧問 其實就是在告訴大家說 OK 我們今天來這邊 我們在網站 你進來就是看到一大堆 開始瀏覽說 OK 我要找褲子 我要找什麼 而是說你今天你需要的是什麼 因為我們有人說買衣服 這件事情就是說 我要買褲子 我要買鞋子 我要買什麼 是因為你需要什麼樣的需求 所以你要去買它 讓我們發現 女性在這方面還蠻有自主的 自己的想法 再加上現在他們會去逛街之類 可是我發現 男性都是不太喜歡逛街啊 再說男性喜歡逛街的舉手 好 OK 我喜歡 跟我一樣 我們一起糾纏 沒有 所以不是行不想到 還是 我們有時候我們很喜歡 但是我們不是沒有時間啊 然後我們也不是想要在網路上 開大家會網拍 因為我們也看不太出來 每個人都有外國model拍得很帥 但我不知道 我又不是外國model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就想說 我們要突動一個視窗的概念 所以在我們這邊 你只要登入以後 你選擇說 OK 你今天來這裡 你是因為商品的需求 你是因為交友的需求 你是因為你覺得 OK 我今天講得很 Lifestyle 的需求 你就可以找到 我們最近 再點進去之後 再做一些 基本的一些小小的測驗 我們就會有我們的 培養專屬的形象的部分 然後再去確認說 OK 你今天 你要找的是什麼樣的服裝 譬如說今天我說 OK 我要來TAD的演講 可是我覺得 我平常穿得很糟糕 我不知道要怎麼辦 或是我說 OK 我們明天要上節目call in 我覺得我要暢到我的教育理念 但我不知道要怎麼辦 那你就OK 我們的形象不能說 你可能是你喜歡什麼東西 你本身自身 你的風格是什麼 和你想要別人 給別人的印象 那我們看看你們把這兩個 match之後 你要一套衣服 我可能寄個四到八套的衣服 那你去嘗試看看說 這幾套衣服 哪一個會reach到你想像中的那個風格 你想要表現出來的形象 那其實我發現 其實有時候很難聽到 在於說 我們太少去想像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想像說 OK 我想像說 我穿Armone很好看 但為什麼是Armone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因為它的品牌的那個 Style的那個 Icon是發的底科 我們來看 但是根本是你沒有嘗試過 想像之後 你要去嘗試 然後把這你想像和現實之間的gap去填滿 天晚上之後你就發現 OK 原來我OK 我可能 因為我身上的資訊 我的身高、體型和我的胸圍、腰圍 我可能不太適合穿這樣的衣服 那我可能算是另一個衣服 算你穿Armone還帥 這時候我應該要看它背後那標籤嗎 還是應該真的看它說 對啊 我就穿這樣表出來 為什麼我要去追尋那些時尚的icon 為什麼我就不能是自己時尚的icon 所以我希望告訴大家說 去想像、去嘗試、去做選擇 這就是我們Personal在做的事情 好 好 我們當然工商服務一下 我們當然只有個人之外 我們有服務一些團體 像是我們有跟一些屍體的Skating做接洽 然後我們Mixer Voice 是一個還蠻妙的一個聲音人團隊 然後他們需要一整個團隊的造型服務 然後我們有都在做這些造型的服務 最後我們再說一次 就是我們被強調的就是 我們提倡的是一個個體時尚 就是我們不是塞給你一套ZARA 塞給你一套什麼東西 而是我們希望知道你的需求 了解到你的喜好 然後和你想要表達給別人的形象之後 給你最好的選擇 當然我們的形象部門都還蠻專業的 他們對於服裝的剪裁和造型 都非常的有他們的想法 然後你放心 我一直在看那秒數很緊張 好 接下來大家注意看喔 我們開始要放一些我們的Case B 再來Case Before After Before 沒有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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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胖胖的 他沒有修圖 再看一次 好 接下來 Before 他很窄 不是實際上 他很帥 OK 這是Before 是After 對 OK 好 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我們是First of all